一念离真皆为妄想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说 佛说与您一起看遍世间百态 世上很多的灾难 当它发生时 人们原本以为是自然因素 偶然因素 或者是当事人 自己不小心造成的 其实追根溯源最终发现 都是命中注定和今生造作所导致的 就像净空法师所说的那样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都是因果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 我的一位朋友的故事 希望各位信友听完 能够从中顿悟 引以为戒 小时候啊 我是一个眉清目秀 聪明伶俐的孩子 小学成绩优秀 老师喜爱 同学崇拜 然而呢 到了国二 噩梦开始了 我有个习惯啊 喜欢在美学清末 把学过的语文 数学书放在爸爸妈妈的床底下 并且在没有事的时候 经常去翻阅一下 国二的某一天 我照常去翻阅我的教科书 却在爸爸妈妈的床底下 发现一本当时的色情手抄本 我看了以后 从此染上了手淫 乙淫 沉迷于其中的快感 不能自拔 完全不知道其中的危害 渐渐地 睡眠不好 老是做噩梦 从高处跌落下来 把自己吓醒 还多次发生鬼压床 就是躺在床上没有睡着 突然脑袋轰的一声 就像有东西 把自己死死地压住 四肢不能动弹 脑袋啊 一直嗡嗡地叫着 想喊却喊不出声 要过几分钟才能恢复正常 国二刚守淫时 经常出现鬼压床 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十多年以后 上网才知道是鬼压床 是由于手淫 易淫 邪淫导致自己阳气降低 我现在才明白啊 从国二守淫时 经常出现鬼压床的时候 邪淫的恶暴 已经开始了 只是无知愚痴的我 并不知道而已 还有守淫导致 肾经亏虚 肾水枯竭 人变得非常急躁易怒 老师讲快没跟上 心里非常着急 有一次上课呢 老师讲得快我没跟上 我心里大急呀 心脏空了一下 心脏的前胸后背 都产生针刺的感觉 这是我第一次因为着急 产生心脏不适的感觉 这也是守淫导致身体变差的表现 到了高中 我真正的噩梦开始了 由于是重点中学 学习竞争呢 非常激烈 学习压力很大 而我继续守淫 易淫 每次看到一本小说呀 总是先去寻找 小说中的色情描写 然后想象着小说描写的色情场景 易淫 手淫 终于在第一学期出现了强迫症 当时自己不知道是强迫症 多年以后才知道是强迫症了 这是一个可以把人折磨得生不如死 痛不欲生 苦不堪言的精神疾病 老师要想事情 明知道没有必要 毫无意义 但是不想呢 就会觉得不舒服 紧张 焦虑 门锁上后不放心 老师反复检查 只是其中最轻微的强迫症状而已 我的强迫症症状要严重得多呀 比如老师看地下 担心有东西掉在地上 如果不看地下 我就焦虑 紧张 放心不下 考试的时候 时间非常紧张 还必须看地下 不然就紧张 没有心思做题 还有考试时 同桌的卷纸有的歪 我就想去把卷子摆正 但考试时根本不允许看别人的卷子呀 更不要说去动别人的卷子了 但是不解决 我就焦虑紧张 没有心思做题 没办法 只有在焦虑中强迫自己做题了 大家可想而知了 这样考试多么痛苦了 成绩呢 当然是惨不忍睹了 期末考试居然全班倒数第三名 让平时成绩优秀的我难以接受啊 我一下子陷入了长期的自卑焦虑中 每次半期期末考试 我就十分紧张 因为每次都要公开公布 全班同学的成绩和名次 每次公布成绩时 我都装作表面平静 其实内心非常痛苦 尤其是成绩优秀的同学受到表彰 我在旁边看着 心里特别难受 同时呢 担心成绩不好 名次靠后会受到同学的轻视 被人看不起 被人蔑视和欺负 这就是我长期邪淫感召的恶报了 而且邪淫的人一辈子猥琐下贱 命不好 真是说得没错呀 我身体由胖变得极度消瘦 两边脸颊开始向内凹陷 下巴突出极其丑陋 人际关系极差 班上同学看不起我 同事的同学也欺负我 邪淫的人命必贱 自己先倾贱自己 所以别人才倾贱你 人必自辱 然后忍辱之 甚至升学考试 我都会受到强迫症的折磨 我又觉得后面桌子没有擦干净 会把我后背弄脏 但考试根本不准你回头擦桌子呀 会被认为是作弊的呀 我又不敢回头 但心里又老是想 紧张 总觉得要把这件事情解决好 才有心思作题 没有办法 又是在强迫焦虑中勉强作题 这样的成绩可想而知了 是多么的悲惨 当然考试落选了 多么对不起 在农村辛勤劳作的父母啊 在复读一年中 我还是继续守赢一赢 终于邪淫的恶报降临了 我的大哥突然车祸身亡 一下子我的家庭陷入了悲痛之中 邪淫不光自己受恶报 还会连累家人也遭受恶运 当时是周五晚上 我在学校住校没有回家 我一个人在宿舍里 我被强迫症折磨得太累了 人都快要疯掉了 为发泄强迫症的紧张焦虑 我高声叫喊 在两个床铺之间来回跑 用手猛力捶打床铺 想通过这种方式摆脱 强迫症的折磨和纠缠 结果第二天一早 爸爸就从农村老家来学校宿舍找到我 告诉我昨天晚上大哥车祸身亡的消息 当时爸爸是多么的痛苦啊 我真的是不孝之子 后来我了解到那天晚上 我一个人在宿舍疯狂叫喊 垂打床铺发泄的时间 也正是大哥车祸身亡的时间 都是同一晚上的同一时间 我当时一下子就懵了 世上居然还有这么巧合的事情 直到十多年后的今天 我才明白这绝对不是巧合 这是上天在招视我 我的邪淫恶行 已经开始连累到我的家人了 我不仅自己遭受邪淫的恶报 还连累大哥遭受灾难 我不但自己受苦 还要连累家人 邪淫真是害死人呢 可惜了 我当时并不明白 仍然继续守淫义淫的恶行 第二次升学考试前 我十分紧张 要是这次还考不起大学 该怎么办呢 怎么向父母交代呀 父母在农村节衣缩时 辛苦劳作 就是期望我能考上大学 跳离农门 能够出人头地 光宗要祖啊 千万不能再让父母失望了 升学考试当天早上六点过 我来到教室外面的走廊上 因为很早 周围没有一个人 我直接跪在走廊的水泥地板上磕头 祈求观世音菩萨 保佑我顺利通过考试 能够考上大学 因为怕有人看见 我磕头后 马上起身 回寝室去了 进入考场后 我提前把后面的桌子擦干净 考试专心做题 尽量把强迫症的影响降到最低 终于考出好成绩 一下子考上顶尖大学 这个消息 一下子震惊了整个村庄啊 因为我成为村庄里面的第一个大学生 这给爸爸妈妈带来许多安慰 也给这个悲伤的家庭带来许多喜庆 感谢上天保佑 感谢佛菩萨保佑 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 遇到重大紧急的事情 一定要念观世音菩萨 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 观世音菩萨一定会加持我们 保佑我们成功的 这一点一定要牢记 然而我还不珍惜佛菩萨的慈悲护佑 不珍惜这个大好机会 好好工作为群众服好物 却染上官僚作风 整天吃饭喝酒洗脚异性按摩 平时呢 在办公室经常上色情网站 看色情图片视频 在外面买色情蝶片 到办公室播放观看 还与女人聊天 想着与网友见面发生淫欲关系 心中充满了淫心色念 还好 由于种种缘故 终于没有和网友发生谐淫关系 这也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不然的话 我不知还要遭受多大的邪淫恶暴 这些邪淫呢 基本把我的福报消尽了 而且开始消我的健康和寿命了 恶暴也开始了 开始工作呢 还比较顺利 后来工作越来越多 压力大 工作很累 还得不到领导同事认可 和领导同事呢 关系不好 职务晋升非常困难 邪淫不仅自己受恶报 还会连累家人 在这几年间 我母亲得老年痴呆 我因为在外地工作 也没有很好地照料母亲 没有在母亲身边静孝 三年后 母亲因病去世 我最对不起母亲了 这是我一辈子的痛啊 父亲呢 先是心肌梗塞 过几年又脑梗塞 现在只能处着拐杖走路 我真是世上最大的不孝之子啊 经过多年的人间地狱痛苦折磨 我终于认清 手淫 意淫 邪淫的危害 是多么的残烈 多么的残酷 多么的可怕 多么的恐怖 我如果再这样邪淫下去 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 真的只有中年短命 早死 死后还要下地狱 继续受苦 千万一劫 无有初期 所以我下定决心 彻底戒淫断淫 一 在佛菩萨面前 至诚忏悔自己的邪淫罪业 马上改正 并在佛菩萨面前立誓 从今以后 永不再犯 永远断淫 二 同时 每天念 难无阿弥陀佛 难无观世音菩萨 祈求佛菩萨佛力 加持我 彻底断淫 彻底断淫心 彻底断淫念 彻底断念头 三 尽可能多地放生救命 尽量吃素 好色之人 一辈子下减 命不好 事业不顺 家庭不合 儿女前程不好 自己身心不健康 多种疾病缠身 身心备受痛苦折磨 希望正在手淫 易淫 邪淫的人 吸取我的这位朋友的教训 不要再重蹈他的覆辙了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同样呢 世上也没有免费的快感 每次邪淫的快感 都是以消耗人体的 最宝贵的精华物质为代价的 不要等到百病 并缠身灾难降临时 才感到后悔 世上没有后悔药啊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希望此次相遇 能给大家带来收获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 希望大家能给我点个赞 或者留言 分享 订阅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感谢您的观看